主謀新世代台中大未來 歡迎觀眾朋友收看今天的節目 一粒種子需要用心灌溉 才能長出甜美的果實 不過農業的範圍可不止這些 它還包含了用藥管理 分級加工還有行銷包裝等等 今天很高興可以請到農業局長蔡京強 來跟我們聊聊農業的發展 局長好 主持人好 非常高興今天能夠來這邊接受訪問 來談談我們台中市的這些農業跟相關的農特產品 來給我們的觀眾朋友來了解跟認識 局長 我們知道台中分很多不同的地理位置 有靠山的 有靠海的 是請局長跟我們介紹一下 依照這些地理特性 有發展出什麼樣不一樣的優質的農特產品 是的 謝謝主持人 事實上台中市是分了三個大區塊 就是所謂的山海屯 我們現在走在地方就是屯區 屯區包括大里 霧峰 太平 這個三個區 這三個區當然主要是也有平地也有山坡地 那平地這部分我們大里跟烏峰跟太平 這個少部分的平地 那烏峰大里山坡地比較多 主要是以果實為止 主要種植荔枝 榮岩這樣的果實 還有琵琶 還有我們現在剛好產季的琵琶 現在正好是上市的一個季節 另外我們的荔枝 榮岩都在下去才有 還有我們屯區的蜂蜜也非常有名 榮岩蜂蜜 這邊有榮岩蜂蜜也非常有名 這個品質非常好 屯區還有我們烏峰的香米 烏峰的稻米也是全台灣有名的 而且烏峰的香米 當然還有其他的這種菇類 烏峰的菇也是全台灣有名的生產菇類的地方 包括金針菇 杏鮑菇這些菇類都是我們屯區 這邊非常重要的農產品 屯區再來就是三層 我們的三層 就包括和平 東四 石岡 新社 這四個區內 我們所稱為三層 三層當然就是以山坡地為止 他包括和平的海拔有2000多米的海拔 然後到東四 石岡 新社 海拔比較低 有200到400公尺的這樣的 長坡地 坡地主要都是以果樹為止 果樹跟花肺 這兩種主要的產業 果樹的話最多就是我們像 柑橘類的 還有水梨 也是我們全台灣最多的產地 就是我們在我們三層 佔有60%的面積跟產量 高階梨 那碰缸 柑橘 還有我們現在 季節的那個茂骨肝 剛剛有帶 茂骨肝也是我們現在正在外銷的 一個非常搶手的一個柑橘類 這個柑橘類 另外就是還有我們當然高海拔還有 還有那個溫帶的水果 溫帶的水梨 還有蜜蘋果 還有雪梨 特別我們特製的我們有高湛的雪梨 還有我們梨山茶也是全台灣是品質最好的 對 梨山茶現在大陸非常受到大陸的歡迎 梨山茶非常暢銷 我們特別的那個 台灣來講品質是最好的一個茶葉 然後在我們石缸這邊也是有高階鯉 也產碰缸 我們的碰缸也是全台灣品質 可以說是最好每年外銷東南亞跟日本 將近800噸的量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我們的花肺 這個區域的花肺 文新蘭 特別是文新蘭 外銷日本 非常非常的有名 非常特別 文新蘭 還有國蘭 花肺 另外還有百合 玫瑰花等 就三成 大概水果跟花肺 當然新色的菇裂也是一個非常重要 香菇 我們新色的香菇佔全台灣 差不多有60%的產量 非常多 台灣的香菇 百分之六成是產自我們新色區 當然新色區還有其他的性包菇 其他的菇類 金針菇也都有 另外再來就是我們的海線 三海豚 我們的海線地區 海線當然都是平地 山坡地也有一部分 大杜山 大杜山也是一個地瓜 花生也是非常有名的 地瓜跟花生 大杜山的紅土 他紅土種的地瓜 種的花生 還有現在也在發展的芝麻 也非常的香 之前好像還說要引進日本山藥來種對不對 對 我們現在在嘗試引進日本山藥到我們大杜龍井這些沙地來種植 希望我們能夠幾幾年的試驗 也希望將來能夠成功 能夠替代原來的西瓜 因為原來的瓜裂糊容易受到災害的損害 那如果有替代作物 高經濟的 我想我們再引進 另外我們在海線當然只要還是稻米為主 只要稻米 還有我們大杈的芋桃 大杈跟大安的芋桃 大杈的芋桃 也是台灣很有名的 全台文明 還有我們大安的蔥 我們蔥吃了會讓人家變聰明的 我們的蔥也是非常的又香又甜的高品質 還有我們清水的酒房也是全台灣產量最多的一個產地 酒房也是很特別 還有我們烏日也有番茄 溫室番茄 還有中藥機能蛋 我們的雞生蛋 它是吃中藥生長的蛋也非常特別 這些產品也非常特別 另外我們大雅 毯子跟生鋼這個地區 也是我們一個比較都市化地區 但是它大雅的三寶也是非常名 就是蕎麥藝人跟小麥 特別我們小麥全台灣左右 我們大雅在生產 那全部都跟金門去做 所以金門高粱酒 它主要的酒氣發酵的原料 就是來自我們大雅的小麥 提供給金門酒廠去釀酒 所以金門酒廠它生產的高粱酒品質非常好 我們台中實際上也有貢獻的 每年三四月這個大雅小麥 這麥浪的風光真的是非常漂亮 對 沒錯 非常有特色 那我想說剛剛局長介紹這麼多有名的農特產品 但是除了這些農特產品要好吃之外 其實安全更重要 我們在推展這個安全農業上 是不是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呢 是的 農產品質好以外 它安全比品質更重要 所以我們一直要強調就是說 農產品第一個要安全 然後其次才是品質 所以我們非常重視 那安全部分我們當然主要是 第一個要教育農民安全用藥 所以我們經常在辦安全用藥獎席 讓農民知道怎麼樣使用農藥安全 這樣是最好的一個方式 當然另外我們就是要推廣所謂的集園譜標章 安全用藥的標章 還有相關的那個有機的部分 當然也是我們現在目前推動的一個重點 我們希望發展有機不要用化學農藥 也不要用化學肥料 這樣生產的產品它品質會更好 而且更健康更安全 就是目前我們有機正在起步發展 我們也在外埔期跟台坦成駐的4公頃的土地 目前規劃有機專期目前正在推動 那農民部分我們也輔導他們做有機的相關的這樣的驗證 那集園譜安全用藥部分 這個標章我們現在目前有200多個 有200多個產銷班 他們也加入這樣集園譜安全用藥的產銷班 另外我們特別就是我們每年都配合農委會的一個 農產品安全的抽鹼在田間 我們像我們102年7年我們抽鹼了將近1000件的 這樣的一個農產品在田間 如果有發現農藥殘留不合格 那我們馬上通知農民淹後採收 讓他達到再抽鹼合格才可以讓他採收上市 所以確保我們產品進入市場之前 就能夠掌握到他們的農產品的這樣的安全 不要上市以後再抽鹼到 當然上市以後 有衛生單位他們會去抽鹼 當然這部分也是一個把關 但是如果能夠在田間 就來做這樣的抽鹼的工作 控制在田間 讓他合格以後再採收上市 我想這個對農產品的安全更有效 對消費者安全更有保障 局長我們這些農特產品 是不是有些也有加入我們市政府 推動這個實在安心的行列當中呢 是的 我們有參加這樣的實在安心 我們自己也有農業局 也有設計優質農產品的一個標章 我們有一個標章 如果他們經過申請 經過我們審查符合規定 那我們就會合法標章給他 我們目前有16個區的農會跟合作社 他們已經申請 我們已經合法這個標章給他們來使用 要怎麼樣可以通過申請這個標章呢 對 他必須提示申請 還有他產品當然農藥產有安全 一定要符合市民安全的規定 產品的品質分級 一定要做得非常的徹底 分級包裝 還有分級包裝 然後有他的產期的產地的證明 而且他的一個品質 要符合我們相關的標準規定 我們在這些活動之外 是不是其實也有跟農事所配合 他有做所謂的那種觀摩活動 透過這樣實際的對照 讓農民朋友可以更知道說 其實不一定 真的要用很多的農藥 才能讓我們的農特產品 可以豐收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是的 我們對於農民的交易是很重視 當然我們直接安排他們去觀摩 到各個農業試驗場所 還有對於GEO的這些產銷班去觀摩以外 我們特別也經常安排 農業試驗改良場所的專家 到我們產地來 跟我們農民產銷班做說明 做教育訓練 還有一些實地的操作 讓他們更了解相關的技術的 這樣的一個學習 更快速 更得到更好的這樣的一個 經營管理的一個技術這樣子 透過這用藥管理 除了可以節省成本之外 其實民眾也可以吃得更加安心 不過很多農民都是祖傳事業 他們通常都是上一代說什麼 他們就跟著做什麼 要怎麼樣打破他們這些刻板印象 其實農業局這邊是不是在 推行這樣的科技化農業 也遇到很多的困難 是的 當然目前就是我們要輔導農民 要用現代化科技化管理 當然現在電腦的使用是必須的 所以農民他們因為年紀比較偏高的關係 在用電腦方面他們目前是會比較弱一點 當然這個我們也是盡量 信念用比較簡易的方法 讓他們來學習電腦 希望能夠把他們的平常使用農場的一些管理 比如農藥的使用的種類 數量 肥料的種類 數量使用的時間 都能夠在資料都能夠進入電腦裡面 而且都能夠將來 像類似吉原譜或產銷林意 這樣的一個標章的核發以後 這個資料都可以讓消費者能夠很透明的知道 他吃的農產品是誰生產的 他用了什麼樣的資材 用了什麼農藥用什麼肥料 讓他們都能夠了解 他們這樣對他們安全也會更有信心 我想這個是更好 所以這部分我們一直在教育農民 能夠把這個電腦也能夠將來能夠 讓他們能夠更熟悉 能夠把資料的一個輸入更方便 我想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透過這個生產履歷 讓這個產製的過程更加透明化 一來是保護消費者 然後再來也是對農民自己本身 也是一個無形的保護 因為大家都看得到 他是怎麼做出來的這樣子 對 不過其實說現代人 除了吃別人種的之外 其實他們也很喜歡自己種自己 自己吃自己種的東西 所以我們農業局在推廣 市民農園這方面 是不是成效也很好 對 這個本我特別跟我們觀眾朋友 特別的一個報告 我們目前市民農園 我們已經開發了7.7公頃 一共有1,313單元 就是說每一個單元 就是有30平方公尺 目前我們都已經 承諸給我們的市民 我們非常非常的 市民非常歡迎 非常喜歡到我們市民農園 來體驗經營 而且我們的市民農園 規定就是要做有機的 你不能用化學農藥 我們不鼓勵他用化學農料 這無毒的農業的栽培 然後我們也會請改良廠的專家 來跟他們每年來辦講習信念 告訴他們應該栽培哪些農產 農作物 適用栽培 怎麼樣使用 這樣對他們栽培方面提供一些知識 我想這樣對市民農園的這些朋友 他們現在經營上都非常有心得 每個人栽培的品項都不一樣 非常多 我覺得市民農園能夠帶給很多市民 他們親身體驗 不然吃到自己種的農產品 而且又可以得到這樣的健康 因為他有在田間活動 運動 而且他有產品可以收穫 我想這個在他 特別在他們這種心理上 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調劑 這樣很好的一個調劑 目前我們已經有7.7公頃的 這樣的一個市民農園 目前已經開放給我們市民再耕種 而且我們租金非常低 我們一個單元就是30平方公尺 第一年租金3000塊 第二年打8則 第三年打6則 所以你只要繼續合約的話 我們都會繼續讓你繼續更重 繼續更重下去 透過這個市民體驗農園 讓農民就是一般的民眾 可以自己種自己吃 還可以分享給朋友 然後當個快樂的都市農民 市政府這邊有沒有規劃說 未來要開發更多的土地 然後當做這個市民農園 因為我知道好像很多人排隊要乘租 這個農園都租不到 沒錯 當然這個方面 我們會再來找其他的土地來開發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在推動果樹認養 這也是跟這樣的一個市民農園 類似的這樣的功能 它認養一顆果樹 這一年就是屬於你的 像我們在東市認養這個水梨 我們在太平認養這個荔枝 一顆荔枝一年3500塊 水梨的話單價比較高9000塊 那這一年 這一顆果樹就適應你的 當然你管理上 那個地主會來幫你做管理 你隨時都可以去了解 你也可以參與體驗 他的管理的這些工作 而且我們今天特別在東市的梨日養裡面 我們也特別開發屏中梨 讓這個梨在瓶子裡面長大 那將來收成的時候 你可以帶回去做紀念 我們瓶中梨在瓶子裡面長大 我想主持人可能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 我們這個梨很小的時候 就放在瓶子裡面 然後慢慢長大 長到成熟 我們踩下來 然後幫他灌酒進去 然後烘起來帶回去做紀念 變成梨酒 非常有特色的 只要日良果樹 我們都會送你一個瓶子 讓你生產一個瓶中梨 帶回去做紀念 這個是今天我們特別的一個新的 一個創意的做法 希望能夠吸引更多人來熱量我們的果樹 我們希望說消費者能夠到農村來體驗 你熱量果樹以後 你會帶全家大小到農村來體驗 那我們經營者他會提供地方的風會餐 他招待我們這些庶民朋友 我想大家到農村裡面都非常快樂 如何讓農民跟上時代的潮流 在更有經濟價值的一個狀況上 達到最大的效益 我想這是農業局目前努力的目標 我們先秀一下進一段廣告 待會回來 兔復 兔復 兔復